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 丹玉透露经纪人正要和他讨论工作安排时 想先一步把旅游计划告诉对方 没想到经纪人诗魔话都没说 和尚本子转身就走 让孙丽兼姑感觉快要辞职 不过经纪人的词程都还没递出 老公等超久急着报名音质抢位 留言喊 我正好失业 您看我合适吗 让大批网友笑亏 不合适 要他赶快上公拍戏 努力赚钱养家 邓超眼看网友不买账 只好隔空向孙丽喊 没事 反正你丈夫那么优秀 邓超组笑说 要因此当孙丽 又的经纪人 摆设自孙丽微博 孙丽又 今年安排旅游计划 让经纪人差点辞职 搬设自孙丽微博 孙丽又 向经纪人报告 搬设自孙丽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